这个是毫无根据的 这个是莫须有的指质 这真的是 为了政治报复 我们认为说 当你屋中深有 指我贪污 我们要问 最重要如果是有贪污的话 贪污的款项在哪里 钱在哪里 我的付口没有这批款项 也没有发现到现金在我的身上 所以如果是没有这些利益 怎么样能够成为是贪污 而且我刚才有提到 有四个重点 针对今天的这个指控 我转移这块地 差不多 这个是因为 因为州政府 为了这个公司做工 有还了 差不多两亿八百万的款项 可是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做决定的 你怎么样能够说 这个是一个贪污烂钱 当整个项目是公开招标 而且所有的决定 是由这个行政议会 是由这个土地委员会 是由这些政府官员做决定 不是我一个人做决定 但是全部是林冠林的错 虽然不是我一个人做决定 所以当有这个机体决定 要我一个人去负责 我看这个是违反 我们说一向来的政府的决定的这个准审 第三就是说 你做决定还钱 你要记得 不是我一个人做主 这个是有很多管道 包括这些管员 还有我们有 也是同样的公开招标方式 来委任一个这个工程 这个一个专门 一个可以说 一个可以说 有这个特别科技和技术 做这个工程的这个签告 来欠政府应该不应该还 如果欠了说应该还 才给官员 政府官员决定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做主 所以这个也是进我的账 然后最后是 连这个公司的主要人物 在2019年也有公开声明说 没有贿赂任何政府官员 同时反贪委员会 那时也写信给他说 没有案件 所以根本无关痛痒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没有问题 现在换了新政府才有问题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说这个是一个 莫须有的指责 要破坏我们的形象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支持者 对行动党而对我的信任 而相信我们是连接的 真话假不了 假话真不了 我们一定会奋斗到底 确实要能够真正 伸张正义 让这个真理能够表露出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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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